为了躲避天敌 飞鱼进化出独一无二的技能 快速摆动尾铺 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冲出水面 开启滑翔模式 奋力踩水 收起网口 依靠口袋战术和默契配合 才能有可观的收获 不过 在巴布的爷爷看来 年轻人的狂欢是对大海的不敬 虽然是大乌人的食物 更是他们的信仰 过度的工业捕捞 曾经使蓝宇附近的生态持续恶化 直到几年前才略有缓解 拼板舟 达物人选取13种木材 精心制作出造型独特的船只 是他们出海捕捞飞鱼的作家 收获五六条鱼 够一家人一天食用 就可以收工回家 只在每年鱼训的结尾 达物人才多补一些 用来制作鱼竿 在飞鱼离开的日子里 补充蛋白质 鱼竿的加工并不复杂 简单腌制后 用临头树根串绑 曝晒三日 集成美味 简单的食物 本真的生活 离大海最近的爷爷 深深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又一次捕鱼归来 阳光以最明亮最透彻的方式 与鲜嫩的鱼肉交流 这是达物人与上天和大海的约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